前女友因为我穷 和我大学室友勾搭上了 室友死皮赖脸 求他爸在家里半个同学聚会 特地邀请我这个穷酸狗 来见见世面 聚会到一半时 室友他爸回来 室友恭恭敬敬 全班人都站起来鞠躬 熟料 他爸看向我时 却脸色大变 徐总 你怎么在这里 装满水泥的袋子 猛地被拖车放下 四周的灰尘 全部被卷起来 即使戴着帽子 我也忍不住地直咳嗽 和工人们一起逃出去 一只拿着水的手 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接着 谢谢哈 扑 带着嘲笑的声音 丝毫没有掩饰 我顿时愣住 抬头看着面前的人 待看清楚来者的面庞时 我心里的第一个想法是 真会气 来的人穿着一身得体的西装 脚上的皮鞋擦得反光 一副贵公子的气派 而我站在他面前 穿着工人服 整个人灰头土脸的 任谁看了 都是完全是两人极端 有何 这不是徐少爷吗 男人的眼中带着丝玩弄 连掩饰都不想掩饰 我不想理他 转头就走 沈岸 我的大学室友 也是我这辈子 最恶心的人之一 我想走 但是许岸却没想放我走 挡在我面前 鼻孔朝天 老同学这么久没有见面 不需叙旧吗 我擦擦脸色黏腻的汗衣 我没有一个喜欢挖墙脚 勾引别人女朋友的老同学 听见我的话 许岸的脸色一变 想要打我 之前他也打过我 因为上大学时 我身体不太好 瘦弱得像一根杆子 当时许岸和我是室友 明里暗里地打我一下 我的皮肤总是能红一片 许岸每次都会不好意思地解释 我就玩玩 没用力 你怎么像个娘们一样 而我的脾气一向很好 自然就没有和她多计较 以至于后来我的病加重 多半是因为 她不分轻重地开玩笑 但是现在 我看着许岸抬起来的手 手臂微微用力 只要她敢动手 我保证给她揍的 她爹都不认识 可惜 许岸最终还是没有动手 手高高地扬起后 随后停了下 似乎想到了什么 拍拍自己的衣服 哎呀 老同学你说话 还是这么没有分寸 不过以我们两个的社会阶级 我也没必要和你计较 毕竟 一只脏狗 我看一眼 都是它的荣幸 说着 它转身离开 我则站在原地看它的背影 许久 我也拍拍自己的衣服 确实 脏狗 看一眼都是它的荣幸 那人谁啊 助理从我后方冒出来 双手毕恭毕敬地 举着上好的毕罗春 小丑罢了 无足挂齿 我摇摇头淡笑 这么热的天 您非要来工地视察 怎么劝都劝不住 势必恭亲 是我的工作态度 成大事者 自当事事 亲力亲为 我随便从车库里 选了一辆颜色低调的法拉利 打算回家 打开车在广播 城北的那一块地即将完工 主持人正在猜测 有谁哪些豪门家族 可以抢当那块地的住宿权 我听着觉得无聊 随手将广播换掉 家里最近确实多了很多 莫名其妙的礼物 都是他们为了抢住宿权的小心翼 女朋友在忙工作不在家 手机突然弹出来一条讯息 徐青 毕业五年了 过几天是许安的生日 我们商量的聚会 你千万别说没时间啊 我们都很想你 是班长 我冷笑 看来是许安 把今天遇到我的消息传播出去了 他们都知道 我现在是工地打工的工人 这群人都狗眼看人低 大学时 因为许安有钱 所以他们巴结许安孤立我 甚至 还集体嘲笑 污蔑我 想起污蔑的事 许久 我默默回复了一个好 既然同学想我了 我怎么能不去呢 约定的时间 是17号上午 晚上5点 许安的家 说巧也巧 许安家和我同一个小区 不过仔细想想 这不奇怪 毕竟世界这么小 我将许安给我发的讯息 给门口的保镖看 随后走了进去 他们一起聚在花园烧口 隐隐约约间 我就听到了一阵欢声笑语 哎 你们说许少爷来了没有啊 这句许少爷喊得极其讽刺 不知道是谁接了局 那肯定是还没有来啊 我们进这个小区进出 都要许哥同意 到现在都没传出来 许青来的消息啊 希希 他会不会不好意思来啊 毕竟没见过世面 来了也丢人 他们这么说着 还发出嘲笑 一声声许少爷 夹杂着肆无忌惮的恶意和戏谑 哎呀 他不敢来也是正常的 毕竟我们不是一个阶级的 许安的吃笑还没有停下 我直接推门进来 顿时场面安静 所有人脸上的笑意顿时全无 取而代之的是疑惑 喂 帅哥 你是不是走错了呀 一个女人含着笑打去 我将手上拎着的礼物放到桌子上 随便找了一个空位置坐下来 抬起头笑着 没有走错 女人看清楚我的面孔 捂住嘴 啊 你 你是徐青 我歪歪脑袋 对啊 我还认识你呢 刘同学 刘瑶瑶和我对视着 突然脸一红 不再说话 这时 班长突然勾上我的脖子 一副亲密的模样 哎 徐青 你现在大便样啊 我记得 你以前又小 又瘦又邋遢的 你这是 他的眼睛看向四周 猥琐地将话脱长 我假装没有听出 他话里的探究和嘲笑 现在肯定所有人都觉得 我是一个整龙怪 毕竟我的现在 确实和大学时期 那副耸包的模样 相差甚远 我看向许安 上次工地见面 我灰头土脸的 他肯定没有完全看清楚我的脸 我故意将头发朝后顺了顺 露出眉眼 却在下一秒 猝不及防地 和张小曼对视上 哦 我亲爱的前女友 许安的妻子 似乎在看我 就在所有人都惊叹我的变化时 许安收回打亮我的目光 突然开口 你是怎么进小区的 顿时在场的人 目光都齐刷刷地看向我 开始七嘴八舌讨论起来 对哦 许哥家的小区 只有业主同意才可以进 他是怎么进来的 我看着许安的脸 他的手指捏着酒杯有点泛白 似乎是在气 我当然知道他在生气什么 肯定是原本 他打算在小区门口拦着我 给我难看 让我丢失颜面 这种富丽堂皇的小区 是我这种穷鬼一辈子的向往 他想要我明白 阶级和阶级之前的差距 想要我有一种 刘姥姥进大官员的感觉 最好是还想大学那样 蜷缩着身体 畏畏缩缩的模样 可惜 他的计划落空 我走过去 将礼物放到他面前 我家住这里 一个浓妆艳抹的女生 突然爆发出冷笑 一个灰头土脸的工人 能住这里 徐青 你装逼能不能有一个尺度 我的另外一个室友 骆志斌也开口 没准是 不想在许哥面前丢面子 直接爬狗洞爬进来的吧 他又不是没爬过 说完又是一阵嘲笑 说起爬狗洞 我顶了顶测塞 那次是因为张晓曼晚上打电话 哭着说自己胃疼 当时男生宿舍已经锁了 阿姨不同意 我身体若不能爬墙 想要出去 就只能钻狗洞 谁知道 我连张晓曼人都没有见到 站在楼上的骆志斌 就突然喊着 哎 徐青你在钻狗洞啊 哈哈哈哈 这一喊 我领了一个处分回来 事后 骆志斌说 只是开玩笑 徐安也帮着他 说我不大度 都是朋友 或许和我想到了同样的事情 张晓曼突然看过来 然后捂着嘴 他长得很漂亮 笑起来也好听 像铃铛一样 哇塞 好大的钻戒 徐青 你结婚了呀 这时 所有人才看见 我手指上的钻戒闪闪发光 一看就价值不菲 这颗戒指是女朋友选的 想起轻轻的脸 我挂起一个笑容 没有 女朋友送的 可惜 我的笑容马上就被人误解成 棒上富婆的炫耀 哦 那你女朋友真有钱 洛志斌酸溜溜的开口 学伟这时推推他的肩膀 人家是软饭男 你这语气什么意思 刘瑶瑶顺下自己的头发 目光看向钻戒 哪有男人带这么大的钻戒 一看就是 他的话含着羡慕 我没有理会他们的话 脾气很好的点头 嗯 他房子就在这个小区里 话说到这里 几乎所有人都了然的哑了声 哦 原来是这样 徐安的手顿时松开 整个人放松下去 原来是找了一个有钱的女朋友 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还是喜欢靠女人 难怪脸也变好看了 身体也不那么瘦了 还是在像大学那样 你估计 现在还棒不上富婆吧 她的话里话外都是嘲笑 何以由所指 我才不会理会 她的这些暗戳戳的拉彩 礼物不拆吗 徐安逆着眼看 不了 等最后拆吧 我点头 有点失望 估计所有人都觉得 我的礼物是什么垃圾的 看不上眼的玩意 我顺利做到位子上 班长热情地道 你现在确实长得帅多了 看来富婆要求挺多 我想着轻轻 忍着笑点头 我要是丑了 她肯定不要我 落之冰切了声 场面诡异 这才进来一会 所有人看我的表情都变了 估计都以为我是一个 长得好看的小白脸 被富婆包养 一世无成的凤凰男 刚刚还脸红的刘瑶瑶 现在和我对视 眼睛里都是鄙视 好吧 这都无所谓 我只需要等待 徐安拆礼物的那一刻就好 眼看场面就要尴尬起来 徐安突然咳嗽了声 班长马上站起来举起酒杯 大家好不容易欢聚一下 都喝点酒杯 说着 直接拿起桌子上的酒 我知道这瓶酒 基本上都是烈酒 没点酒量的人 撑死半杯就会晕 班长给每个人都倒了半杯 轮到我的时候 酒瓶突然一滑 倒在桌子上 灌满了杯子 还留到我的衣服上去 这件衣服 是轻轻亲手设计制作 可以说是有价无事 我太阳穴突突地跳 是真的有点生气 班长手忙脚乱地收拾桌子 演得很逼真 像是真的是不小心一样 哎呀 真的是对不起 徐青 我替班长给你道歉 这衣服 我赔你钱 我拿纸将水吸干 你赔 你赔得起吗 张小曼扑斥笑出来 他拽着他的那帮姐妹 评判起我的这件衣服起来 你这几件衣服 一看就是地摊货 哪家超市买的 还赔不起 张小曼走过来 再捏了下衣服的材质 嫌弃地擦擦手 这么磨人的衣服 我就碰了一下 手都红了 说着 跑到许安那帮娇称着好痛 张小曼是真的变了 我记得大学刚开学的时候 他梳着马尾 穿着白色的裙子 他比我大一件 是当时迎接我的志愿者 上大学后 父母为了锻炼我的意志 就断了我的银行卡 但是我的衣服 还是一身名牌 他就是看见了我的一身装扮 果断开始热情地帮我搬行列 可惜一开始 我并没有注意到这些 我当时压根没有经历过情情爱爱 很快就被张小曼拿捏得死死的 甚至在酒店 发现他和许安上床后 我还在问他为什么 是不是自己不够好 现在想想 真的可笑 为了这样的女人 自己居然不惜扑了自己 是他变了吗 不 是他从来没变 想到这些成年往事 我的目光带着点恨意 学尾马上出来打圆场 哎呀 许哥说 要赔你钱 肯定会给你满意的价格的 你见好就收吗 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 跳出来复合 对啊 要我说 许哥你别给他钱了 真狗咬履洞兵 不识好人心 同学们 你一句 我一句地讨伐起来 仿佛真的是我的问题似的 就像他们大学四年无数次一样 最终 我坐下来 气到笑 好啊 我不计较 大家现在相聚一场 吃点东西聊聊天吧 别一直喝酒 许安点点头 对啊 大家都别光喝酒 看把我的徐少爷馋得 迫不及待了 随后 他把转盘放到我的面前 捅我笑着 你多吃点 既然现在工作特殊 你的身体肯定是要多吃点好的补补才可以 我看着他嘴里说的山珍海味 看得出来 许安为了装逼 这次花了大手笔 满满一桌子都是好菜 属于平常人家压根吃不到的 说一句山珍海味 也不辜负这些美食 但是我有点腻了 轻轻嘴雕 所以 家里一直都有米其林星级大厨的 这些菜早就被我吃了一个遍 实在有点腻 见我不动筷子 张小曼加了一块鲍鱼 怎么 舍不得吃 骆志斌马上接上去 扑 张姐 山珠吃 不得细糠 我放下筷子擦擦嘴 你们吃吧 这种不算正宗的菜 实在难以下咽 我说的没错 这些菜确实不算正宗 听到我的话 许安皱眉 重重放下筷子 啪的一声 很响 我这句话 相当于打了他的面子 他指着我鼻子骂道 徐青 我今天喊你 已经是给你面子了 你非但不敢 还屡次三番地说出这样的话 我看着那道颜色 都算不上好看的鲍鱼 嫌弃地挑了下 这道菜我之前很喜欢吃 家里的厨师会做 完全和餐桌上的不一样 不 不还厨师呢 你家能有个保姆就不错了 别 一个工人 软饭男 他家的保姆 不应该是他自己吗 我咬了一口鲍鱼 听到当没听到 你们没吃过 当然不知道 或许下次 我可以请客 带你们吃正宗的 许安终于忍不住 笑得捂着肚子 像鸭子一样嘎嘎嘎的 班长坐我边上推着我 哈哈 别逗了 徐青 张小曼捂着嘴 眼泪都笑出来了 徐青你别这样 这一道菜 都抵上你一个月工资了 大家都是同学 你要实在没钱就说嘛 再怎么样 也不能装大款吧 装大款 行吧 现在他们笑 等吃到最后 我看他们谁还能笑得出来 学尾推推眼镜 镜片反射出光 眼底的笑意明显 人家从大学起就吹牛逼了 这一桌子 菜你吃过几个 还不正宗 呵呵 我的回忆突然被勾回去 大学时 当时张小曼生日 我作为顶级舔狗 加他的男朋友 自然要送礼物 那是我第一次找父母借钱 起早贪黑去打工 就为了给张小曼 买一条项链 但是也就是那一天 许岸也送了一条项链 和我的那一条一模一样 但是丢了 最后 在我的包里面 找到那个项链 我无助地解释 不是我 这是我才买的项链 但是当时全班人 已经站向了许岸那边 没有一个人帮我说话 真恶心 自己女朋友的生日礼物 还要偷别人哪 众人七嘴八舌地说起来 而张小曼 就这样看着 他明明可以看出来不一样的 我的项链是定制款 刻着我们两个的名字 但是许岸的项链没有 但是他什么都没有说 只是对我失望的摇头 我被人污蔑 给许岸重新赔了钱 压住同学的嘴 但是直到我后来 给张小曼拎包时才发现 原来他一直都有两条项链 想到这件事 我就想把这对狗 男女弄死 许岸估计被我气得不轻 张小曼不停地 在给许岸顺气 我看了只想笑 越老的垃圾分类 还学得挺好的 这对狗男女分到一起 真的绝配 因为我的屡次口出狂言 再加上九过三巡 一群人聚在一起 话题又不可能只有我一个 所以他们又开始了解别的 呀 小曼 今天是不是有那个 那个秀 张小曼被这么一提醒 马上激动地点头 对对对 田设计师的服装秀呢 这时许岸搂住张小曼 喜欢啊 喜欢我让人给你买 饭桌前有一个投影 迅速被打开 田设计师 我突然想起来 前段时间轻轻打电话说 自己最近很忙 就是在忙着场秀 不就是一场秀吗 有什么不能告诉我的 这么想着 我颇有兴趣地看起了秀 张小曼和他的姐妹 看了一会秀 脸色都闪过羡慕的神色 听说谁能代言 田设计师的衣服 谁就能拿到 所有顶设的路程卷 不知道是谁说了一句 只见张小曼的眼睛里 突然迸发出火焰 哦 我突然想起来 张小曼现在是一个演员 还有一个称呼 叫什么 国民女神 一直以清纯温柔 大姐姐的形象出现 真的恶心 不知道他的粉丝 知道他私底下 是这样的一个人时 会不会伤心 田设计师说要全国选拔 我将目光从舞台上 发表感言的 青青身上挪动开 切 有能力走后台 也是一种能力啊 有捷径在努力 不就是傻子吗 骆志斌不得不说 他真的是 许安大学四年 养的一条好狗 在场所有人 都没有说什么 倒是他一直在 无差别攻击我 这简直就是道德绑架 什么狗屁道理 哼 我认识青青那么多年 他一向最重公平 走后门 会被直接拉黑名单的 我抿了口酒 漫不经心地道 算是提醒 不 你什么结解 还认识青青那么多年 张小曼恶心地道 我认识田设计师很多年 怎么从来没有听他提过 我说 你装也要装好了吧 真恶心 我挑眉 哦 你认识他很多年 居然不清楚他的脾气 我记得走后门这种行为 他最看不起了 你拿不下来的 许安皱眉 看来 他对我的怨气和厌烦 真的到达了顶峰 他将湮灭了 徐青 像你这种穷人 当然要相信努力 才有回报这种观念 但是你现在 是在上层社会 我只要挥挥手 无论这是田设计师 还是李设计师 什么我拿不下来啊 我拖着塞 不行 除非你现在 就把代言拿下来 可能是我眼中的 轻蔑和不屑 刺激到了他 徐青一连说了好几声好 随后看向张小曼 宝宝 你想不想要代言人 张小曼马上点头 崇拜地咬着他的胳膊 老公我想要 你给我拿下来 随后 男人从口袋里拿出手机 指着我 你等着 我悄悄把手机拿出来 打开微信 一眼都没有看他 我等着 你要是能拿下来 我给你磕几个头 这句话成功 让许案激动起来 马上找到小助理 边找边说 要是拿不下 我就学狗叫 班长这时凑过来 看似紧张关心 实则看戏 哎呀 你是真的傻 装大款 还真的以为 自己和人家阶级一样 一开始和我对视的女人 摇摇高脚背 班长 你管人家呢 准备好手机录像吧 毕竟等会要看人磕头 我一句话都不想听 给轻轻发了消息 把前因后果 给轻轻吐槽 太恶心了 宝宝你放心好了 我绝对直接对死他们 看着女孩的话 我都能想象 她现在生气的可爱模样 我打字回去 好 老婆大人帮帮我 学案还在拖关系 拿轻轻电话 而我正在桌子底下 偷偷和轻轻发 可爱表情包 看吧 这就是差距 等待的间隙 我这群同学 自然闲不住 开始吹着牛逼 哎 你们有谁拿到了 城北的房子 嗯 提到我开发的那块地 我的耳朵才悄悄竖起来 这时 骆志斌突然举手 不好意思家人们 我倒是拿到了 顿时 四周响起羡慕的声音 我抬眼看过去 学案再等结果 这回也开始吹牛逼 你怎么拿到的 骆志斌嘿嘿一笑 家里有点 门路拿到的 顿时四周响起 让人羡慕的声音 学案捏着杯子 我家也拿到了 有两套 都是直接送的 此话一锁 同学们笑了 甚至连张小曼 都微微骄傲地 挺起脖子 接受众人的羡慕目光 哦 可是我听说 现在城北的那套房子 还没有正式出手 这句话说出来 几乎打了餐桌上 最大牌的两个人的脸 那又怎么样 我不在乎的 将酒全部喝完 而且 那边压根不是 富人区别墅哦 那边几乎是楼层哦 徐青你他妈是不是有病 你怎么知道啊 我总监 因为我是这片地的开发商啊 四周吃笑 骆志斌终于忍不住了 站起来 冲到我面前 就想扯着我的衣领 开发商是吧 我今天就撕烂你这个 只会讲谎话的嘴 我拿舍得轻轻的衣服 再次受到二次伤害 直接躲过去 衣服很贵的 我微笑 淡淡地开口 骆志斌见没抓住我 直接抬起脚 想要踹 而我利索地直接蹲下去 伸出腿 一下子将他绊倒在地 啊 打人 肇师 一个浓装艳抹的女人 连忙喊着 徐亚哪能忍受 我在他的地盘这么撒野 但是看见我刚刚利索的动作 没敢上前 只站在原地 你别太过分 我将衣服抚平 我过分 到底谁过分 怎么 我还要像大学那样 不吭不响 被你们欺负吗 我们什么时候欺负过你啊 肇师气得跺脚 学尾和班长 也一起站起来 我冷笑出来 是啊 你们人多 所以人多就不算欺负是吧 场面一度硝烟弥漫 手机铃声突然响起 徐青 如果我拿到了代言人 你不仅要学狗叫 你还要和我们所有人道歉 他的话落下去 张晓曼带头鼓掌 老公你真伟大 班长第二个 许哥 你太正义了 第三个 第四个 所有的同学都站起来 呼喊着正义 仿佛 我才是那个欺负他们的人 可笑至极 学尾享受着所有人的欢呼 然后拨打电话 打开免提 喂 我听见青青的声音传来 你好 田青青小姐 我是来通知你 你的新服装代言人 已经确定为张晓曼了 嫁给你随便看 学尾自信满满地道 拿起酒杯 仰头喝了一口 你TM傻逼 女孩尖锐的一句话 直接喊出来 显然是气疯了 学岸的一口酒巧喉咙里 咳了好久 你说什么 我说你傻逼啊 青青拿着电话 开始疯狂输出 你以为你是谁啊 还通知我 你有什么资格通知我啊 衣服是我设计的 工作室是我开的 你凭什么通知我啊 要不要脸啊 还价格随便开 我代言人是公交车啊 价格随便开 那我还说 公交车随便上呢 就你有钱是吧 你行不行我拿钱砸死你 学岸气的手都在抖 你信不信我封杀你 我听见那边甜青青的笑声 随后 女孩故意假装害怕 见嗖嗖的 哇哦 我好怕怕哦 你快点来 说完 再也没理他 而我的手机传来震动 一顿输出 现在饭桌上 每个人的表情都不一样 我拍拍手 哇哦 精彩至极 怎么样 徐少爷 这个徐少爷 我故意咬得很重 学岸落了面子 死死地咬着牙 身上的怒气 更是到了极致 我看着在场的所有人 打开手机看了眼时间 徐岸 我送你的生日礼物 要拆开吗 徐岸的目光 看向那个箱子 我倒要看看 你送了什么 他气得直接粗暴地打开 一个青花瓷出现在面前 在光下反衬着光 在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时 一阵巨大的破碎声音 吓了所有人一条 瓶子被他摔了 一个假货 你TM也敢送啊 徐岸说是假货 那群没什么见识的同学 自然也觉得是假货 他们你一嘴 我一嘴地开始嘲笑 人家生日礼物送假货不好吧 切 亏我还真的有一点点相信 他是什么大款 结果 我站在原地静静地 等着应该来的人 突然 张小曼走过来 直接扇了我一巴掌 徐青 我知道你还喜欢我 所以来报复徐岸 但是 你这样做 有什么用吗 现在给我滚 我被这一巴掌 打得猝不及防 满头问号 我 还喜欢 张小曼 想要 复合 我可去他大爷的 太恶心了 我目光冷淡 徐岸马上将张小曼拽走 抬起手就想要揍我 我哪能让他揍呢 耳朵敏锐地听到 门口传来脚步声 我看着愤怒的徐岸 你想好了 这一拳下去 你会后悔一辈子的 徐岸压根不相信 谎话说多了 你真以为自己是总裁啊 我选择告诉你 就算你绑上了富婆 不再像以前那样 又小又瘦又黑 你也还是一条狗 指尖戳中 我的胸口 一下一下地点着 徐岸 一道威严又带有震慑力的声音传来 抬着拳头的徐岸 仿佛全身被定住 他的肩膀被猛地一拽 一道响亮的巴掌 直直屁向他的脑门 打得徐岸 亮腔地摔倒在地上 我歪着脑袋 心情很不错地 将衣服整理好 我说了 你会后悔的 花音落下 张小曼才反应过来 爸 你干什么 他马上扑过去 抱住徐岸 徐副一个眼神扫过去 在场的所有人 大气都不敢喘 呼吸都满了很多 洛志冰跳出来 许叔叔来了 我看你还能装到什么时候 就在他以为他的许叔叔 能给他们撑腰时 这个男人做出来 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动作 只见他严肃的表情 马上变得充满歉意 对不起哈许老板 是我教子无方 不是 爸 什么许老板 张小曼也尖叫 什么 他 他真的是 闭嘴 许副呵斥到 转头看着自己的混账儿子 这位是华丽集团的总裁啊 你们到底在干什么 华丽集团这几个字 死死地 砸在所有人的头上 论 一直以为的土鳖 居然是亿万富豪改怎么办 洛志冰的脸 瞬间仗成了一个猪肝 整个人站在原地不敢动 班长 吓得想要喝杯酒 但是手却一直抖个不停 学尾看向我的表情 更是难以言语 我满意地 看着我亲爱的同学们 表情复杂 很喜欢这个反应 我目光转了一圈回来 落在倒在地上 不可置信的许安身上 我记得你对我说过 脏狗看他一眼 都是狗的荣幸 我居高临下 满意地欣赏着 许安瞪得大大的眼睛 你 你要不要脸 故意装穷 我耸肩 我什么时候装的 不都是你们不相信吗 这时班长站出来 弱弱发声 对 徐清一直都说过 他还真的是 完完全全地墙头草一个 随后 我又觉得不够解气 看向张小曼 那你呢 后悔吗 张小曼低着头 一句话都不敢说 我不再管 留下一个帅气的背影 走到门口时 我站立 似乎想起来什么似的 对了 您送给我的青花词 被您的儿子摔碎了 我们的生意 可能需要重新考虑了 丢下这个重磅炸弹后 我再也没有回头 当天晚上回家 我的手机好友 申请都炸了 微信一条一条的滑 都是清一色的对不起 班长是最积极的 其实他挺会做人的 我同意了他的好友申请 那边马上就发来 一大串小作文 我看着眼睛疼 惹清清犯错时 我都没写过那么多 我没想给他好脸色看 直接开门见山 我同意 你是想让你帮我和同学说 班里同学 除了骆志斌 许安 张小曼之外 所有人的仇我 一律不计较 但是别在我面前跳 跳出来一次 我计较一次 别指望能把揭我 班长火速转发 随后暗戳戳地 开始暗示和我交好 我发 当然 你也离我原点 我有密集恐惧症 看见满身心炎子的人 会生理性恶心 随后单山拉黑 一气呵成 正打算将好友消息清空时 我突然看见张小曼的留言 徐青 我后悔了 可以原谅我吗 我瞧着可有意思了 转头就给轻轻看 小女孩看见了气得指着 她要不要脸啊 我揉揉她的脑袋 放心 我来解决 轻轻插着腰 她知不知道 你有对象了 我摸索着手上的钻戒 回复了一句 我有老婆了 随后 将消息拒绝 果不其然 没过几分钟 她又发过来 徐青 我只要你原谅我 我知道你还爱我 那个田青青 就是我的替身 只要你愿意复合 我什么都满足你 我真的错了 求你原谅我吧 我真的喜欢你 我和许安在一起 纯粹是她逼我的 原谅我吧 看着看着 我有点恶心 是女的 够不要脸 连续拒绝了好几次 我忍着想骂人的冲动 全部截图了 然后交给小助理 随后 让她收集有关 张小曼的一切黑料 既然要复仇 我可不会认辞 结果第二天 全网铺天盖地的 都是清纯小花张小曼的黑料 一系列的证据 垂得太死 压根没有公关的余地 而这些黑料中 张小曼除了许安 还和不下四五个男人暧昧 包括她那天 给我发的道歉的话 全部被许安看见了 至此 她被全线封杀 当然 我也不会让许家好过 许富是一个老好人 不知道为什么 交出这样的儿子来 我看着许富的面子 只举报了 全权给许安的那个公司 逼着她破产 许富终究还是心疼孩子 带着她登门道歉 就差磕头了 而我城北的那块地 也成功拉到了一笔投资 来自许家的馈赠 我将承西那块养老院 和孤儿院迁到这里 给老人和孩子 一个新的环境 楼层的建筑是小区 而那些被传的 富人区别墅 压根就是担心 老人坐电梯不习惯 又怕爬楼层太高 所以只见了两层小楼 我的事迹被登上全球 而田青青的事业 也蒸蒸日上 设计的服装 闻名全世界 我和她 就被誉为最羡慕的夫妻 又是一天 所有的事情尘埃落定 我继续我的生活 轻轻睡在我的床边 小女孩睡得不太安分 总往我怀里钻 头发弄得我全身痒痒的 我失笑 随后抱住她 现在是早上六点 我的生活也一样 如同正升起的太阳